大家好,我們今天繼續探討與未來學有關的話題 今天的嘉賓是初創的企業家,亦是AI專家Ben Chen 其實這次想請教的話題都跟很多不同朋友談過 始終在業界在前線工作的經驗跟我們旁觀當然很不同 現在大家由GPT3.0到3.5,4.0的關注 慢慢就去到其他AI的項目 因為你在前線面對這一堆工具 我想就有很多第一手的資訊 不如我們由最基本講起 其實這個4.0和之前最大的不同是什麼呢 我覺得可能可以分開兩個階段 即是我們可以由最原初 沒有問題,大家一起上課 很好 其實最原初我們這些中文叫做大型語言模型 其實他做的事只是做一件事 他就是去分析一段字,他去估計下一個字是甚麼 例如我可能有一段字是老鼠很喜歡吃 然後後面就 blank了 可能這個模型就會估計就是老鼠很喜歡吃 70%是芝士,20%是餅乾,10%是其他字 所以他會變成老鼠很喜歡吃芝士 這就是最原初這些語言模型想做的事 大概2017年左右 現在這些模型叫做Transformer模型 最早就是Bird 或者開始成為GPT第一代 GPT1,2,3,14,3.4 其實一直都有的 其實他不是很新的 如果是做開這一行 一直有留意的人 其實一直都有留意到這些語言模型 最初其實他做到的事 那時候覺得很驚喜 不過沒有現在那麼驚喜 大家覺得他其實那些文章是對的 譬如當年我們也有朋友 試過拿香港有一個叫連登 LHKG的forum 上面的字拿來試一下 訓練一個類似的模型 他說出來的廣東話聽起來很相似 去到哪裡有一個很突破性的發展 就是去到GPT3的時候開始 其實GPT3是一個 其實他的模型本身 其實跟舊款的東西差不多 唯一不同就是大了很多 大家就發現他大了很多之後 他可以做到兩樣很不同的東西 第一件事我們行內人會叫做 Zero Short Learning 或者Field Short Learning 那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以前我們經常說要用人工智能 Machine Learning 訓練的時候 我們都會提出一個話題就是 我們要給他很多 sample 很多例子他才能學到一些東西 但是GPT3我們可以給他一些 沒有見過的東西他都可以的 例如有一個例子就是 可能我給他幾個 emoji 給他一個女生 icon 說三條魚 然後叫他猜猜 你猜猜我在說哪一套戲 他又會猜到他 他會跟你說 你應該是在說Finding Nemo 因為那個女生就是Dory 藍色那條魚就是哪個哪個 這樣猜猜 這是第一個 他的模型大了之後 突然之間做到的東西 第二個就叫做Train-up-box Train-up-box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他好像人一樣 他懂得逐步逐步推理 其中一個例子就是 你看到很多網上 現在的人都會這樣做 就會跟模特兒說 給他一些推理 或者甚至會跟他說 我現在就給你一些工具 這個工具你就可以用來計算 所以你如果要計算的時候 你就用這個工具來計算 然後你再問他一條數學題 他就會懂得 用那個工具去計算 可能外面叫另一個 program去計算 用一個計算機計算 計算完數之後 再給你一個答案 他就立即逐步逐步地想 這個就是Train-up-box 就是GPT-3 去到最近 說GPT-4 其實GPT-4主要跟GPT-3有兩個很不同的差別 一個就是Token 我們叫Token Size Limit 什麼意思呢 就是因為這些模型 他剛才說了 他是要拿前面一段字 去猜下一個字是什麼 他整行字的長度是有一個限限的 GPT-3那時候 限定是三千多個Token 一個Token 你當他大概等於0.75英文字 現在GPT-4有兩個版本 一個有8千個Token 一個有32,000個Token 就是你跟他說的東西 或者給他的資料 可以長了很多 比如大家用GPT和他聊天 其實你談到 他本身談到三千多隻字 他就不能再回答下去,他就开始忘记前面的东西 现在GPD4就多了 另外一个很不同的功能就是 他现在未正式推出的,但他已经说了会有这个功能 就是 之前GPD3的时候,我们最多都是给文字,他答文字而已 那GPD4呢,你就可以给文字和图 接着他就可以,好像做越读理解那样,看一张图 分析完之后,就根据你问他的问题回答你 例如他有些例子上网上的就是,他可能放一些搞笑的图上 你试试解释一下为何这个图这么搞笑,他会答得出的 或者给他一些线性图,然后问他 你可否回答我看了一张图之后 例如每个国家消耗了多少米 然后问他这两个国家加上消耗了多少 他就会懂得看完一张图之后回答你 这是GPD4最新的一些功能 一个很快的旅程就是这样 我们再推演下去,当他去到56 其实他们还会做到什么呢 或者这么说,根据正常的推现 去到多进步也好,有没有些东西他们真的做不到的呢 其实现在呢 他有些东西很明显是做不到的 就是有些很正常的限制 除了刚才说,他有一个尺寸之外 第二个就是 其实你问他一些很实际的东西,他很容易答错的 就是 我记得在GPD刚刚推出的时候,有人发布了一个 就是 问他一套 很多人看的动漫 《火影忍者》 然后《火影忍者》问主角的绝招是什么 他会回答另外一个主角的绝招出来 而且回答得好像很正确 或者你问他一些很实际的问题 比如说 香港和东京之间的距离是多远 他会回答一个类似的数据,但通常都是错的 除非有人在GPD上面再加其他计划,否则他通常都是错的 但是回想起来,也是合理的 因为其实这个模式是 你给他一段字,他会估计下一只字 他不是一个模式特意识得去计数,去做什么 但是 但是其实你说 将来 GPD567这样做不做到呢 其实这个就有点 就是我真的在这个 现在就算在学术界,就是做研究AI的学术界里面 也不知道 因为譬如以前大家都觉得这些Language model 一定不可以计数 因为你猜一只字是什么 但譬如现在在GPD3 三位数之内的加减成锤 其实他也计得对 那就是有人问 那是不是就是说我的模式只要再大一点的时候 其实他可能会计到四位数 五位数,六位数 其实也不是的 其实原来 问题就是你拿了 因为他原理就是拿了全世界的文字出来训练 然后他去猜一下这些字是什么 其实问题是 如果 后面的位数太多的话 根本上就不够多资料 去给他训练一个这样的模式出来呢 其实这个问题是一个 大家都不知道的 因为在GPD3之前 其实也没有人猜到 原来 模式大了之后 突然之间他会做到 刚才说的两样东西 那 这里真的有点难以计 反而回来 其实现在有很多的研究 譬如 你说GPD5,6,7 会做什么呢 我自己看到有几个方向 第一个方向就是 尝试去把模式大小 整小 因为现在这个模式其实是很大的 大到 你是不能用家用的电脑 即可能那些 GPU就是那些 显示卡 RTX系列那些 是载不了的 甚至乎你用专业级的A18 一粒都是行不到这个模式的 那么 这个会在应用上是一个问题 OK 第二样东西就是 其实很多人都尝试 刚才在说 文字和图结合 那是不是可以做多一点 即是这叫multimate model 就是说 可不可以把声音 甚至乎sensory data 比如前一个两个月 Google 出了一份paper 就有一个demo 他把一个机械人的 图和sensory data 收到 放在language model上 用language model 去给指令机械人 那么他可以做到很多奇怪的事情出来 比如他可以跟他说 你去帮我厨房那里拿包薯片 那么他真的机械人会去厨房那里 去找到包薯片出来 拿起它 再抵抵给 落指令那个人 那么将不同的input 放进去 其实会 可以做到什么出来 这是另外一个 那么第三个就是 其实大家都想办法 想 看一下怎么样 去incorporate 一些 多一点external的knowledge 和去predict 反而另外一个就是想知道 他为什么会活动 因为现在有很多东西 其实不够揽到 或者不知道做不做到 就是因为大家都不知道 为什么他会活动 比如刚才说的 chain of thought 为什么他会这样想的呢 我怎么控制他会想到 我想叫他做的 每一次都是一样呢 那么 这些都是一些 现在很多人 尝试去做的研究 然后其实你见到 将来的那些 模特 可能都会在这个方向 所以有些人说 其实 可能GPD-5 会比GPD-4小 都不起 是谁去定义 异端 邪说 妖言或众 街坊众神 是一本由香港社会 底层出发 以公众舆论的角度 疏离香港 複雜 而多层次的历史 香港存在着各种来源 不同的宗教 但是彼此之间 从来都没有出现过重大的争执 可以说是19世纪以来 一个重大奇迹 街坊众神 以街坊围牢八卦的角度 走入十二位奇人意识的 原目日常 其实一直说的模特 其中一个重点 都是会根据 那些data 以前所去排列的方式 再去有个deduction 而 如何去将人 和AI的不同 会不会就反过 因为人不是每刻都有逻辑 有时候那些东西是很跳躍的 有时候 做些东西是不理性的 那你AI 你怎样猜到人 哪个时候是正常 哪个时候是所谓不正常 这些会不会正常是其中的一个盲点呢 其实现在 如果你现在看那些 Language model 其实 如果你真的玩得多 九成的时间 你会觉得 他好像都很合理的推理 但是其实 亦都很多时候 他就亂例 所以你刚才说的问题 我现在经常都自己想 因为 其实 就是 早几个月 我就在想 其实 虽然经常说 GVT的东西亂回答 不过 就是 人经常都亂说话 其实可能 说实际上说 可能人老 你怎样不知道他 其实他也是在预计下一个字 不过 可能 複雜一点 这样解 那 这个其实是一个 对的 其实他现在 他会亂说话 或者 你很难 你很难 reliable 去预计 他 是否每次的反应都一样 这是一个研究的问题 就是一些人研究的问题 但是 但是怎样去解决这个问题 我理解就未有太大的进展 因为现在也有些讨论 就是说人和AI 最后分别在哪 我记得 以前我们在电台节目的时候 久不久就会说错误了 接着主持就会觉得 如果你全部要精准 你自己刷围机 我们就是人老记的 记现在是有错的 就证明我们在做Live 其实这件事也应用在 现在电脑的模特里面 因为人确实是有一些瑕疵 正是有了瑕疵才有人的味道 这些就是工具取代不了 会不会这个才是人类的价值呢 我自己反而就觉得有些倒转 因为现在其实这些模特 反而就是因为 它的逻辑太多瑕疵 多到是挺明显的 例如你真的用它来写program 例如大家说 可以写program 可以做一些很复杂的计算 但其实你真的去使用的时候 其实它是比正常的 人错得很浪漫 但是反而 如果那些东西是不怕错的 例如举个例子 Generate 图出来 虽然它不完全是Language model 但它也是一个Transformer model 类似 不过它寄出的就是图 反而因为寄出图的时候 如果那些瑕疵不是严重到有六只手指 其实人是分不了的 那 我自己就看到那些反而就很容易做得很好 亦都会相对地是可以用来取代人 在做的事 那 即是说 原来那样东西如果它越不需要精准 其实它 相对地就容易去取代 有人做到的地方 如果那样东西要很精准 其实你到最后 也要找人看一次 甚至乎我觉得 因为现在他们那些 将出来的字 或将出来的答案 实在是错得太相似 我自己用上去 我自己试试用的时候 有时候你找到那些错 其实更辛苦 你去 自己做一次 有时候会是这样 我反而就倒转了 这个想法 GPT也是其中一种例子 在AI现在所做新的计划 其他还有什么是大家值得关注的呢 例如我最近用AI绘图 我真的觉得很神奇 将几样东西 我会将几个古代文明 九不八的不同时代 时空交错 突然放在一起 他就会做到一些 非常刺激的图 现在还有其他最新的发展 可以和我们前瞻一下 我觉得有几样 刚才图也说了 图一定是 现在有三个大范畴 一个范畴就是 将一些我们正在做的其他东西 都照到类似的 类似的 例如 举个例子是什么呢 我不知道大家 可能大家都用Excel 经常用Excel 写的Excel formula 都写得很痛苦 觉得很容易错 其实现在很多就是 尝试把这些model 套进去 譬如你给个指令 我要把这些role 全部深入 然后对另一个role 去找回 Motot出来 然后和他说完之后 他就将Excel formula出来 其实你看到现在很多 应用程式都是尝试做这些 就是他去 针对一些很小的 一些领域 去 将它变成 输入变成人的语言 让你不用做 不用学很多东西 这是一类 另外一类 我自己觉得 我自己也挺期待 为什么我刚才提到 Robotic 就是 虽然Robotic 硬件上的进步 相对地很慢 但是 你可以 我自己的比喻 我觉得 现在这些language model 就好像给了脑 以前可能 弄这些robotic model 人们就要很 精准地给一些 指令 你的robotic arm 就要 由这个位 就是他由这个位 正是由这个位 OK 连找那个 连叫他捉住一些东西 其实也很难 然后就移到这个位 但是你想像到这些language model 就等于给了脑 你给了脑子之后 他就可以 就是你 拨打他的方法就简单了 第三类 其实就是 现在就是 Exactly 昨晚 这些 查gpt就出了一个 转发 OpenAI 出了一个 转发 就是 开始 给大家 写一些不同的工具 给gpt 用 比如举个例子 什么叫做 给gpt 用 Microsoft的 Bank 就是你可以在上面 问他这些 up-to-day的东西 就是本来 查gpt是回答不了 你的up-to-day的东西 其实 Bank 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就是 他跟gpt 说 我现在给你一个工具 这个工具 可以搜索 internet 如果有人问你 的时候 你不懂 就不要回答 你就搜索 internet 给你一段字 然后你根据 那段字 回答 其实他大概是这样的意思 现在就开始 越来越多人 写一些工具 给gpt 甚至会有人做什么 就是 给一些工具 gpt 自己写program 去转发 去做他想做的 你给一些 其实你给的越多工具 他去用 他可以做到的就越多 不过 我看到开始有人做这些的时候 我都开始想 智能叛变的东西 就是 我们给了一些不同的工具 他用 他到最后 他会不会 combine 这些工具 做一些我们估计不了的东西 这个我自己都觉得 好像有少少科幻小说的感觉 但是你看到 现在是很多人做这些东西 换言之其实是 几个不同的工具 他们自己是可以 在我们不知情的情况之下 就联合在一起 这个是技术实际上出现的 就是刚才说的 他自己识得逐个逐步 去推理 去做一些东西 你给了这些工具 他就懂得用 例如我刚才说 你问他香港和东京中间的距离是多远 你不给工具他 他会乱回答你 OK 但现在可能你就给了一个工具 那个工具 叫做 City and City Distance 那么你就教了一个GPD 就告诉他 凡亲有人问你 两个City之间的距离 就请你用这个工具 这个工具就告诉你 他就懂得自己用这个工具 你看到现在其中一个发展的方向就是 人们开始弄了很多这些工具 给英文模式 然后就叫他用 然后就叫他用来做一些 可能提供一些 online的服务 给你 所以换句话说 譬如说你问他一些 不正义的问题 怎样在最短的时间之内 导致到最多人 他如果有其他工具 他也可能提到一些很惊人的答案 而一些不法师徒使用了的话 可能真的会做到一些很惊人的 暴行出来 这个是可以发生的 这个其实就是 OpenAI的执行长 Sam Elton 前提 不知道CNN 还是哪个访问 他就有提 因为现在OpenAI做的 ChatGVT 其实我刚才讲了一点 其实ChatGVT是等于两个 他前面有一个 Language Model 然后他后面就有一个 你当好像一个 他叫Reinforcement Learning的 模特 就是 他怎么做的 就是 因为 Language Model 你问他一些问题 他可能会给你很多 答案 他之前就请了很多人 去看着那些答案 之后就选择他最喜欢哪个答案 慢慢就弄了另外一个Model 就是 Language Model 你问他一些问题 然后可能他出了 例如我当出了四个答案 你当想象是这样 他给了四个答案 然后他就会选择一个最适合的答案 这件事其实做了什么呢 就是你刚才讲的 例如那些杀人放火 犯法 他就全部用那个Model 去令他答不到 这个是OpenAI做了的 而Sam Elton 他在一个访问上他就说 我们OpenAI 就会去做这一个东西 去隔着Language Model 不让他 讲一些 或者 reduce 一些bias 总会有另外一家公司 会做了一个Model 他没有 他没有那么有 Code and Code 我不是完全同意的 但是 没有那么有社会责任 他就不会做这件事的 所以他下一步就是 推到就是说 他觉得要立法去管制这些东西 他说自己很担心 不过另外一边 网上有些人罵 OpenAI 就说 原来他那时候 找那些人 去看那些答案 选择的时候 原来就是南美洲那些人 时薪就超低 就是罵他 但是 你刚才说的那些东西 现在的处理方法 就是这样 现在就是靠人欲 去把某些东西 自我封印 但是总会有些人 去把他解锁 是的 基本上他觉得就是这样 所以立法监管 也是用人力 去尝试去制止 就好像那些基因改造 那样 其实技术就已经出现了 那些人是否会亂用呢 也是人类自己的事 现在是去到这个 十字路口 其实你问我呢 我自己是有点难以想象 怎样去监管 因为这些东西 其实科技会发展 会有不同的公司 会做到出来 甚至有一天 可能硬件够快 怎样 可能 去到一间 即现在你要超大的公司 或者要政府分担的 项目才有 可能有一天 其实一间 不是很大的公司 其实他已经够钱 自己做一个模特 那你怎样去 监管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有趣的题目 但是我自己不是太想象到 你怎样去监管 你对 是 一心二知是整个国家 本身就是想做这件事 更加没得监管 你纯粹 可幻少许的剧情 我的 我 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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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